十二點了 我肚子好餓喔 可是我書還沒讀啊 外面又一熱又緊 啊不然我吃泡米 泡沐沐 沒有啊 還要講這幾泡 我們家鄉都是康師傅 口碑不錯 OK Let's go 咦 這怎麼沒有康師傅 不然我們去吃 你來看看嗎 Go 咦 你看 全家到了 那這幾泡米 全家有肉麵口味 咦 你家鄉都是牛肉麵口味的 那就決定是它啦 咦 你這泡米要糟糕 為啥全家有7沒有 不然我們送我們茶茶 好 咦 你們看 因為統一和康師傅是競爭者 在台灣7是統一的通路 而全家是康師傅的通路 所以7才買不到康師傅的泡麵啊 原來7是統一的喔 難怪買不到康師傅的泡麵 那中國呢 還加上康師傅的通路很多 所以幾乎買得到 那為什麼不是台灣還早看到康師傅的泡麵 因為康師傅先進入中國的市場 在2002年的時候才回到台灣 放到康師傅的泡麵 所以 而且台灣的泡麵市場已經飽和 所以康師傅著重於中國的行銷 五步在中國的是戰略 雖然說在台灣 康師傅的廣告很少 但它的廣告牛麵 這有很多事 如果能在台灣這邊廣告 不管你 那他的商品應該更容易 中國跟台灣的價格一樣嗎 等等 有招招 你看你看 康師傅在中國是以低價販賣給消費者 而在2002年也是以比競爭者價格低 進入台灣市場 但是近年來 戶價不斷上漲 所以消費者對於他的低價行銷非常之疑 而兩岸所得水準不同 所以價格漸漸有了差異 難怪他的價格剛開始那麼低 現在需要與其他商量漸漸的相同 那如果他採用非價格競爭的話 那我一定多買康師傅 這樣懂了嗎 喔 我懂了 雖然說在過程中非常的辛苦 然後每天都要想 怎麼做這個專題 但是呢 在這個專題報告中 然後學到如何跟團隊合作 然後並且跟學習到很多康師傅的資料 非常的開心 能夠有這次的機會 能做這個報告 這次的專題製作 讓我學習到分工合作的重要性 雖然說過程很減輕 讓我們都熬過來 這一次 雖然我們的老師也很辛苦 也被他罵得很慘 但是老師的教導 讓我們緊急在行 這個專題也讓我們 有了不一樣的新的體驗 我希望以後升大學的時候 能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運用這次的學習 也謝謝這次我的主人們 共同努力完成這個作品 最終謝謝你們 謝謝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